精准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篇报道的标题很惊悚 叫做俄罗斯开了天眼 其实代价不高 它就是说每天花费1万美元 在国际上买乌克兰的高清晰卫星罩 就这样而已 据说它的精准度提高非常多 然后像包括F16等等 最近被打击了很多 还有一个在中东的部分 纳坦雅胡说击溃了哈马斯 24个营当中的19个营 目前整个哈马斯只剩下了5个营 有4个在拉法 全哈马斯只剩下了5个营 然后5月26号 在拉法开始进行空袭 其实不只是打难民营 也打联合国的地下避难中心等等 还有一个这两天不断地在讨论 但是我听到一些不同的说法 美军花了3.2亿美元 加萨很早就盖了一个浮动码头 但不到两周在浪中破损 那乙军也提供了这个影片 说码头正在下沉 然后你就会看到网上各式各样的影片 大家冷嘲热讽 说是个豆腐渣工程 要超过一周来修复3.2亿 造了一个豆腐渣工程可能吗 所以你怎么看 当然同时提供大家的 包括沙特的态度 好像也有所反转 5月29号 美国一直希望 这个沙特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但是5月29号 沙特外交部谴责以色列 在加萨持续的种族灭绝屠杀 大家注意到 包括以色列时报都说 这是沙特措辞最强烈的一次 这个什么意思 他是要正式表态了吗 还是说他在跟美国讨价还家 在叫板呢 你先看这些军事上的动态 包括这个死亡之眼 代价不高 但是效果宏大 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卫照 卫星照相的照片 现在卫星照相的照片 非常清楚 以前的解析度 两公尺三公尺五公尺 现在不是公尺 是哪公分 公分来看 然后照到那个人 那个人是男生还女生 还看得出来 从太空中 你看他 他现在电子光学的 这个技术的进步 看他有时候是那种量 就是量子相机 还是什么照的 那个解析度 清晰度非常清楚 而且还可以隔放 不虚掉 你隔放之后 一直在隔放 这个是女生 隔放 这谁提供的 他不虚 现在就是我们讲的 他的话术 这个到网络 到跟人家签约就可以买了 而且他这个有时间的 因为卫星通过 在地球轨道跑 他这个通过这个时间的时候 还要算好 这个就是只要有钱都买得到 有钱都买得到 因为现在商业的 他是商业的 有商用跟军用 他买商用的 那军用 军用的俄罗斯 他自己就有军事卫星了 但是这个是要去比对 然后他解析度 现在只有到30公分了 30公分是很小很清楚 而且他的话数高 解析度清晰 所以隔放可以一直在隔放 所以下面的 这个乌克兰军队的部署是什么 看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这种伪装 看出来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然后再经过这个 这是电子光学相机 清晰度出来 那如果跟红外线雷达 跟合成孔徑的 这个雷达照相法 一比对 那考清楚 因为三种一比对 就知道这个真来假的 所以就这样一天一万美元 美国的制导系统的仓库 也打掉了 F16机场也打掉了 现在直接讲 现在一张 你只要把规格 经纬度画出来 那个方格座標画出来 一张现在在市场上 一百块美金 你一万块可以买一百张 美国怎么没有去制裁这家 商业的那不是那好几个 那好几个国家都有 不是他也要在商也要赚钱 你不卖别的 他向别人买 他向别人买 这个已经在市场上 可以买得到的了 以前是军用 现在商用可以 这个资源探康卫星 就是已经到达这个季步了 因为现在电子光学 越来越进步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他现在 他这个飞弹要去打 这个我们讲到的 别尔格罗德 这个地方距离 因为他距离俄罗斯 这个距离乌克兰很近 但是我认为现在 乌克兰的战略的目标 是什么 就是要去收复师徒 他就要去打 俄罗斯的这些目标 俄罗斯太大了 战略重生太广了 这个乌克兰拿这些武器 也只能临心点水的打一些目标而已 并不会达成战略的企图 只能打到一些战术的目标 但是俄罗斯会做更大的报复 用在乌克兰 最残酷的就是说 他在这种武器 他没人也没用 现在边缘已经打完了 所以只能象征性 老师在这个加萨在中东的部分 我想请这个将军再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呢 一方面就是说 哈马斯只剩下了五个营 所以就是一个倒数计时的概念 还有这个豆腐渣码头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个 我们讲的哈马斯组织 他现在是化枕为零 他不是整个营被消灭 他现在打散 你在这个状况之下 只有化枕为零 才能战力保存 如果你还是完整了 马上被摧毁 你目标太显著了 化枕大家分散 通通常在那边 藏在各个地方 那武器就力掩蔽 这样保持激动 因为大家没有化枕为零 目标显著 很容易被摧毁 变成军事目标 变成这个状况 那这样对这个 哈马斯组织会不利 那哈马斯总部在哪里 在卡达 又不在那个 又不在加萨 在卡达那边做指挥 所以要去消灭哈马斯 没那么简单 它化整为例子 它的总部又不在加萨境内 那这样的话 以色列想要彻彻底底 完完整整的 把哈马斯组织 在加萨地区做角逐 做签灭 这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只能说 大步做签灭 其他的这些小步 残余 还有其他的零星的组织 是没有办法完全签灭的 所以以色列还有得耗人 那另外一个 我们所讲到的这一个浮动码头 打上的时候都要用浮动码头 很激动用出来 他这个把它架起来 我们叫做浮桥 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吃水 要不然退潮 你根本船没办法靠 那我有浮动码头 靠浮动码头之后下货 然后直接送过去 但是问题是 美国在这一方面 可能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区 可能 这不是一个多高科技的技术吗 不是不是 它是一个组合的 这个以前的战争就有了 我说怎么会掉气到这种程度 那个国军东山岛突击 在一 是啊 军战的突击是在1953年 民国42年 中共那就是已经做了 那个我们讲浮动码头了 那时候桥把它炸断了 那时候浮动码头出来了 那个时候是70年前 现在已经70年后了 但是浮动码头可能 我判断它的潮汐 还有那个地方的海巷 美国并没有调查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有的话 把潮汐海巷调查清楚 还有风向 当然现在是季节变化 五六月嘛 那个地方是季节变化 海巷不定嘛 那这样的话没有算好 那这个浮动码头很容易就下沉了 那这个换句话 美国在这方面经验不够 我们注意看 美国都是打沙漠战争 伊拉克战争 海湾战争 或者是在从里面打阿富汗战争 那海上这价这个 它倒是技术不够 3.2亿美元 对 就是用一个礼拜 这不便宜 一个礼拜 因为不便宜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冷嘲热讽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